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股投资网,我是林云 俄乌局势急剧变化,引发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 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是全球第一和第四大小麦出口国 在全球超过2亿吨小麦的交易当中 俄罗斯和乌克兰占比分别达到17%和12% 另外乌克兰是全球第四大玉米出口国 供应了全球16%的需求 作为欧洲乃至世界的粮仓 堪称受冲突影响最大的农产品 在昨天,质商所小麦期货涨5.35% 达到是984每分每普世 这一价格也达到了2008年4月4日以来的新高 因此,美国农产品类的公司将会受益 而且这类公司属于价值型股票 对于今年美联储加息的冲锡 有很强的抵抗下跌能力 轻松跑运大盘 今天的视频给大家精选出4只农产品化工股票 分析他们的行业规模 未来发展前景 我希望你看完这个视频 能够对这家公司的现状有一个充分了解 做出更好的投资决定 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小伙伴 不要忘记订阅和点赞 第一家公司是Nutrient代号是NTR 它是肥料之王 是世界上最大的甲肥生产商和第三大氮肥生产商 该公司的肥料能够有效的提高粮食的产量 它为世界农业重点地区提供肥料 所涵盖地区包括加拿大美国的每个地区 以及澳大利亚和巴西的主要农作物产区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地区不仅是世界供应热点地区 而且还将为新兴市场和欧洲日益增长的人口 提供重要的出口 比如去年的NTR将甲肥销量提高到 创纪录的1360万吨 国际市场预计 该公司今年的甲肥销量将达到 创纪录的1370万吨到1430万吨 去年该公司第四季度 创造了12亿美元的经收益 调整后的稀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达到创纪录的24.6亿美元 是去年同期7.68亿美元的三倍多 全年创造了32亿美元的经收益 NTR预计2022年 全年调整后的稀税折旧摊销前利润的指引 为100亿美元到112亿美元 不得不说NTR是甲肥价格上涨的大赢家 跨压界预计 该公司今年的稀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将达到94亿美元 与此同时 自由现金流预计将达到57亿美元 此外 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状况良好 目前NTR的市值为436亿美元 对标13%的自由现金流收益率 此外 当前的股息收益率为2.4% 未来预计还会提高股息 这意味着 即使未来农业增长势头减弱 该公司仍将保持高股息增长 从技术面上来看 自2020年3月份以来 股价基本一直震荡上行 近期三天的涨势都是三根大阳线 虽然说昨天价格有所回落 均线现在成多头排列 所以我们既然已经非常明显的知道 长期走势是什么的时候 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待一个点位 我们等股价回落到77美元附近的时候 就可以考虑入场 第二家是世界第二大综合磷酸盐生产商 和甲肥作物营养素生产商和销售商 它就是美胜 代号是MOS 同时它也是北美和巴西最大的 磷酸盐动物饲料原料生产商和销售商之一 近期美胜公布2021财年第四季度财报 财报数据稀有参半 主要原因是零肥市场价格同比上涨86% 假肥的市场价格同比上涨了133% 因为由于价格攀升 农民不愿再试用化肥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公司的影运中 每个季度都在稳步增长 净利润和毛利率也在不断的改善当中 对于像MOS这样的公司 我们更期向于提高利润率和减少销量 让他们仍然拥有很多上位售数的化肥 从长远来看公司将通过提高利润率 来获得更多的利润 第四季度毛利率从25%上升到30%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农民 为他们作物获得的价格 玉米大豆小麦和大麦 是美国种植的主要农作物 农产品价格仍呈上升趋势 而最近额误的冲突导致小麦期货价格走高 持续上升价格将激励农民种植小麦 而这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种植小麦的面积越来越多 那么其他作物种植面积就会减少 那么必然导致其他农作物价格的全面上涨 化肥价格的上涨弥补了销量的下向 营收依然强劲 预计2022年剩余时间的收入仍将更高 该公司预计2022年化肥需求将会强劲 我们认为宏观数据也支持论证这一点 此外来自中国和白俄罗斯的持续短期的 全球供应也没有得到改善 该公司在季度报告当中指出了一项重要的进展 那就是中国和印度的买家已认识到潜在的短缺 并承诺于Compotex达成2022年 每吨590美元的供应协议 因此预计2022年假肥市场仍将非常紧张 总结一下 化肥需求的强劲以及供应的短缺 加上国际局势的紧张都给MOS很好的基本面 此外MOS计划在2022年将年度股息 从每股0.45美元提高到0.6美元 远期收益率为1.36% 且众多分析师仍在提高对该公司的收益预期 这意味着今年的股价会更高 美胜可能是投资者的可靠选择 现在的价格涨得非常好 现在价格是51.870美元 已经基本接近了2013年以来的高点 虽然说价格在昨天有所回落 但是长期走势未改 我们可以等到价格到45美元附近的时候考虑进场 第三家公司是被华尔街誉为农业领域的特斯拉的第二 说起来这个公司它可有着185年的悠久历史 最初有一家只有一个人的铁匠店 发展为现今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销售 在全球拥有37,000位员工的公司 这家全球著名的农机巨头 2022年目前为止股价上涨了13% 第二股价上涨背后有几个推动因素 第二的竞争对手CNHI 最近公布的第四季度财报超出预期 该公司指出目前农业设备的平均使用年限 已经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水平 因此对新设备的需求将上升 这一点除了对CNHI构成利好 也对整个农业设备行业构成利好 此外 迪尔上月公布的第一财季财报超出预期 当季每股收益为2.92美元 设备销售额为85亿美元 华尔街之前的预期分别是2.26美元和83亿美元 该公司还预计2022财年年利润 将达到67亿至71亿美元 高于去年10月给出的65亿至70亿美元的预期 这样的预期增强了投资者对这家公司的兴趣 CNHI预计2022年销售额将增长10%到14%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年1月迪尔在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 推出了一款无人驾驶拖拉机 非常罕见的让农业成为这一科技社会的亮点之一 这种新型拖拉机省时省力 无需驾驶员操作 可以全面了解拖拉机周围的情况 并结合机器视觉算法 实施拖拉机障碍物的无缝移动和导航 华尔街分析人士预计 这款拖拉机上市后将吸引大量消费者的兴趣 我们美股投资网认为 迪尔是少数能够受益于通胀的公司之一 迪尔这样的公司往往能够把更高的材料成本 转嫁给消费者 虽然价格更高 但是消费者愿意购买迪尔的高科技产品 只要他们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就行 我们来看技术面 整体的走势还是处于顶部的一个震荡区间之内 这样的走势基本就是无脑操作 只需要采取高抛低吸的战术 就可以大概率实现盈利 我们再靠近326美元附近入场 到390美元附近离场即可 现在如果说我们是稳定的投资者 当前我们可以在340美元进场 如果说是激进的投资者 可以现在入场 我们的目标价是看前期的高点390美元附近 最后一个公司是LSB工业 代号是LXU 它是一家化学制造商 专门生产高纯度硝酸胺硫酸和氮基肥料等材料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这些肥料已被改造为更环保的农药 和其他化学品的替代品 非常符合当今美国专注于开发清洁的替代农员的目标 近日公司公布4季度财报 调整后收益轻松超过华尔街预期 并表示预计农产品需求 在2021年强劲增长之后 2022年将保持强劲 这家农业化学品生产商表示 其季度和全年调整后的稀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分别达到910万美元和1.19亿美元 创下公司历史最高纪录 该公司强劲表现反映了一系列的激进因素 包括产品销售价格的有利趋势 可靠运营设施的能力 以及过去几年成功的商业举措带来的好处 我们认为考虑到目前有利的粮食价格 以及预计这一价格将持续到2022年 再加上农作物库存处于多年来的低点 农民收入将继续强劲 支持今年的强劲价格 LXU技术面跟我们提到的MOS NTR都很相似 不同的是LXU的价格更低 对于它的分析来讲的话 当前它的走势为强势上涨 价格已经是2016年以来的高点 均线也是多头排列 我们经常的点位 可以考虑20天均线上的13.5美元 我们提到的这几只股票 都授予于我们总结的原因 需求的强劲 供应的短线 以及当前的局势 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可能听我们本期节目的时候 有人会说 这都是战争倒是价格上涨 我们知道战争对绝大多数股票都是利空的 但是对于少数行业反而是发了战争财 像能源军工以及黄金都是利好 以及在农业领域也是如此 近期以来的涨势 我们不可否认 这场战争确实为我们提到的这几只股票 有提振作用 但是悉心的投资者绝对会发现 他们的上涨并不是最近才上涨的 而是持续多年的上涨 一只股票的长期走高 绝对于宏观环境 以及这家公司良好的基本面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分析一只股票 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 这些股票也大概率不会因为战争影响的消退而一地鸡毛 好了 今天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说你想对某家公司详细的了解 请联系我们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底下评论点赞